华莲市国心里借邻五街 11号晚间金床火警 索性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浓烈的黑烟 却导致其火点隔壁的住户 暂时无法居住 而邻近的午夜松明宿 则在里长余慧金的引介下 慷慨无常提供住宿 让遭烟熏的一家五口 能够安心过夜 而为了感谢这项散举 市长为家宴也在日前 特别前往班正感谢庄 华莲市国心里借邻五街 11号晚间一处无人居住 装潢中的民宅 警察火警 消防人员火爆后 第一时间即刻前往灌旧 所幸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浓烈黑烟 却导致其火点隔壁的住户 暂时无法居住 而邻近的午夜松明宿 则在里长余慧金的引介下 慷慨无常提供住宿 让遭烟熏的一家五口 能安心过夜 那在我们国心里的火灾 那隔壁有一些受灾户 那因为农烟跟我们的火事的一些影响 那真的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板娘 那在自己的里内伸出援手 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仪惧君里长 那第一时间就在火灾 这个地方关心我们的受灾户 那也第一时间将我们的 隔壁的受灾户 带到我们午夜松明宿住一宿 市长为家宴日前 在世老客长小子魏的陪同下 亲自前往午夜松明宿 自证感谢状 感谢卢老板娘的热情与爱心 让饱受惊吓的黎民 感受到无限温暖 而他也提醒民众应随时检视家中老旧电器 如果线路已松脱或破损 应即可太旧换新 以免发生电线轴火 并且呼吁家中住警器 能及时侦测火灾浓烟或高温 来强化居家防火安全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道